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啦 那是纪伯伦的诗 纪伯伦有一个诗集叫《论先知》 那他里面的篇章叫《论孩子》 他的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这个我看过 因为纪伯伦的兄弟叫张伯伦 NBA的最佳中翁 好 金周刊 金周刊最新的一期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我发现在外籍的大学生的眼中 台湾同学的妈宝指数明显偏高 在专家眼中 这已经甚至是台湾的国安问题 十八岁了 爸爸妈妈不放手 那在这个金周刊里面 交通大学的校长叫张茂中 他说 开学的时候他遇到学生的家长 学生家长问的第一句话 不是说我们交大这个黑的这个前途 特色不小的是什么 父母亲的担心是 困在宿舍的上铺 到底会练下去吗 甚至每年都有母亲到学生宿舍擦地板 埋怨学校怎么没有帮忙打扫 令他嘖嘖撑起这样 哇 可不可以先请教阿德 你听了有什么感受 没有 我觉得是不愿意让孩子 就是去经历一些事情 这样的心情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就是 这些父母都不知道 让孩子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好处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这父母就是已经就是 就是程度很低到只管自己的享受 不管孩子的前途 就想说我觉得这样对你好 我就做了 就是都没有任何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东西 上面都使用说明 看里面有什么成分 没有 他觉得只要好就放在孩子身上 就把孩子当垃圾桶一样 什么都往里面丢丢丢丢 丢到对后他就会 脑洞里面就一个 没有秩序的垃圾在心里面 然后呢这些孩子就是说实在也很惨就是 他这样照顾不会只照顾到18岁 因为呢 因为就是为别人付出的瘾 是长久戒不掉的 他可能会到瘾喔 那是瘾喔 就会到死喔他还在照顾 而且就算人家不需要他的照顾 他还是要去照顾 他会想办法去介入去照顾 从而造成别人的负担 所以我觉得父母其实来讲 其实真正要教育的是父母 所以你要知道要说 你要知道做一个父母的分寸在哪里 要几个重点要告诉他 那第二件事是说 你真的如果你要照顾孩子的生活 作息啊 养成好的习惯 那为什么长期孩子是因为上学 睡眠不足 你都不在意呢 所以可见你没有在意任何事情 你只是就是哪里有恐慌就做一点事 哪里有恐慌就做一点事 我觉得是这样 是是是 接下来这个问题不是我写的 他说 那如果换做现在的爸爸妈妈 有可能让小孩这么小 一样去做 郑鸿宇大哥小时候要做的活吗 好了 其实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我六岁就要养牛 那我很感谢 我不是感谢 就是说 就是有一个困苦的过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煮饭 你敢不能用茶什么煮饭 麦煮过吗 不是 用灶头啊 有啊就是小时候很少 就一小段时间啦 其实最主要是妈妈做的 只是加柴火而已啦 可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说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水要放多少 有 有 那个 就是 一截手吃 我妈妈跟我讲的 就米饭好了 把它水上去 就给它手吃 要超过这一截 就可以 哈哈 正确 我妈妈教我 就是手放下去 水刚好在这里 这样子 以前都这样教的 对 那可是呢 再来就是 那怎么样子控制火候到 那个 烧火搭 这个很重要 一直顾 一直顾嘛对不对 对就是 该你要翻开来看 到什么地步 然后呢 接下来就慢慢把火退出来 这是学习 后来我妈妈到台北来住院 然后我就 我爸爸说 不然你煮飯煮菜 我本来不会煮菜啊 所以那段时间让我学会 如何煎鱼不会去破 皮不会破掉 不会碎掉 然后这个 这个青菜要怎么炒 要加多少盐巴 我觉得生活中 学习非常重要 那导演是曾经听过 有高中生参加外地的营队活动 结果忘了带的东西 晚上都会出现 因为有鬼啊 哈哈哈哈 因为就是我 我朋友他就是在办那个 很多的营队活动 尤其到暑假的时候 那我们想说 小朋友 国小学生好像没有送 没有带东西 爸妈一定都会 送东西到学校嘛 但是没想到他的 那一些营队的对象 是高中生 而且他们在台北半 那个高中生他是住在台中 然后他就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你爸妈 就是你好像 你爸妈每天都有事情 要到营队来 就是第一天晚上 因为他们已经是住在 那种大学宿舍 他是说 那个已经是营队里面 非常棒的住宿了 大学宿舍 然后自己带睡袋 就他爸妈第一天 就带着枕头跟棉被来给他 而且是夏天 是暑假的营队 为什么夏天要棉被 妈妈怕冷气太冷 就是小孩会冷到 而且重点他是高中生 然后他又住在台中 然后他就问他说 那你爸妈怎么会就是 两三个小时这样来 他说没有 因为他们说难得来台北 就在旁边住 在旁边的饭店租了一间房间 我们就住在那里 究竟照顾小孩 我不知道这真的是照顾小孩 还是害了小孩 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不会整理宿舍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很多爸爸妈妈 甚至是 我觉得华人社会 好像小孩就是 读书最重要 除了读书 你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你棉被不用折 书包不用整理 茶杯喝了都不用洗 便当还是妈妈带的 对便当盒回来还是妈妈洗的 妈妈洗的 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那你说在选角的时候 也发现一些父母亲的教养态度 就是很特别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选角 很多都是国中生和高中生 我们甚至看过有国中生 自己从基隆来试镜 那像这种我们就会觉得很讶异 就是你可以从基隆 他说很简单啊 就坐驱街车来台北 再换捷运就好了 他说 我说真的你妈妈呢 他说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所以我很小就必须要自己做很多事情 而且他的谈吐 你就会觉得他跟 我们一般在跟大人交流没什么两样 那反而另外一种 就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 你问他一个问题 都是妈妈在回答 你在鼓励离婚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是鼓励爸妈适度的放手 放手 对因为爸爸妈妈一起来之后 他们就会 就是什么 你问什么问题都是妈妈在讲 其实爸爸也没有在讲话 你就会发现那个教养的问题都在 妈妈身上 然后你问什么问题 妈妈说 对他会他会这个 他会那个 其实最喜欢这个 他其实最喜欢那个 然后小孩从头到尾就在旁边这样 对 那妈妈在回答 对 然后后来我们在试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小孩根本就不想来 嗯 他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妈妈就觉得说 我觉得让他这样尝试一下也很好啊 那我说是你想尝试还是你的孩子 想尝试 想尝试 那这个所以邓医师你觉得小孩现在缺乏哪些能力 我觉得还要分阶段来看啊 如果是以现在 例如说大学研究所阶段的小孩 因为我很多朋友在研究所教书嘛 前一阵子不是毕业季吗 就是那个论文硕士论文口试博士论文口试 我大概所有的朋友都疯了 就是快要被学生气疯了 现在的硕博士生 更不要说大学生 比方说他马上要口试了 我们以前教授就是告诉你说 你的论文的结论的方向不够好 就这样一句话 你自己可能要去写三个版本 来探测教授喜欢哪个方向 现在学生是跟他们讲说 你告诉我的方向不明确啊 就是老师说他的论文不够好 他说你告诉我的方向不够 你可不可以明确的讲 你到底要什么结论 那学位是他要拿的 可是当这个变成一个普遍的现象的时候 一个教授他也必须去讨好学生了 不然他会收不到学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然后我在大学教书的老师朋友告诉我说 如果他的学生旷课厉害的话 他可能会用把它当掉 或是怎么样一些东西来通知 可是他们学校会有那种系统 跟家长一起看的系统 家长会进去看他的小孩矿课 那本来这个东西应该是说 让家长也知道一下贵子地求学的状况 结果那个东西后来变成家长来指责老师说 你知道我的小孩矿课 你为什么没有用更吸引他的方式来教课 那或者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来 或者他们老师跟学生都有那种群组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在应该要起床的时候 叮他去上课 那我有个朋友就问他说 那请问妈妈可以为他做这些事吗 然后妈妈就说我叫了没有用 所以这种状况是在那个阶层 所以如果再往下看 刚刚大家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父母知道这个现象 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放手 我现在想像他们七月看了你的戏之后 可能会觉得心有栖栖焉 但是你要怎么放手 就是他们会说放手小孩子就不会做 所以我大部分跟家庭或是父母在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 父母没有办法知道你要忍一时之痛 小孩子以后会变好 就刚刚常德一开始破题的时候讲的 父母不知道让小孩经过磨练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我觉得这是不是反映了 现在在当父母的这一代人 当然包括我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 你也有缺点啊 我 我们有时候可以不要理主持人的问题 我觉得我现在在当父母 就是小孩差不多在小学 国中以下的这一代父母 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一代的人太需要 爱 这一代的人的上一代 有些其实都父母就是还比较忙 或者比较 你刚刚说的什么 不是传统 要讲 复古 对 比较复古的方式 在带我们这一代 所以我们这一代周围有很多同学觉得 我没有被关心够 像我自己的成长过程 我妈妈从来不认识 我有任何一个同学 我要是失踪的话 我有时候现在开玩笑跟我妈讲说 你以前那种方法 我要是失踪 你都不知道要问谁 你连打听的人都没有 他不知道我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 那可是现在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 很多长大 当了父母之后 就会把内心想要如何被爱 被照顾的那种小孩时期没有完成的东西 就投在自己的小孩身上 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觉得最棒的父母的方式 在带小孩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 假设我们批判说 现在人怎么带小孩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样讲都不见得有用 因为父母没有得到疗愈 父母要得到的疗愈是 他们内心就是希望在大学里面可以放心看书 妈妈会来拖地板 可是他的妈妈就从来不会管 如果他带回家的衣服太脏 妈妈还会说 你怎么暖身 你要不要嫁人 所以这一代 在成为父母之后 有一个没疗愈的地方反弹了 所以现在的人在教孩子 第一 不太说孩子有错 我之前常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走在路上有一个小孩 小小孩他拿一个甜筒冰淇淋 然后那个甜筒两球嘛 那小孩子就是拿不好 上面那一球就掉了 就弄到鞋子了 小孩就哭嘛 小孩在靠啥 我的冰淇淋没有 我一定会靠 这是一个挫折 可是他妈妈就马上跟他说 没关系再去买 旁边妈妈就马上跟他说 没关系再去买 就那小孩在继续哭喔 三四岁的小孩继续哭 然后他哭哭 他就指鞋子给妈妈看 就说鞋子弄到了 鞋子弄到 我不知道可能是新买的 他喜爱的卡通人物 鞋子弄到 那也是一个挫折 对不对 妈妈说没有关系 再去买 不是 那黏到 不知道什么蓝莓 还是什么有点青青的色 妈妈跟他说 鞋子这样染色也很好看 就像你画画一样 我在旁边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我觉得我们不断的教父母 要启发孩子 然后要不要压迫孩子 结果我们是要这样吗 我们要一个小孩 他明明已经感觉到挫折 父母在做什么 父母在否认小孩受到挫折 而不是陪伴小孩的挫折 我们以前知道 我们以前如果这样的时候 会被父母打 对不对 因为花钱给你买冰淇淋 很贵 那都进口 对不对 你会落去 你不要说 后面都不会吃冰淇淋 夭食好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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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小时候 真的是会没碰到地方挖起来再吃 可是你看 我们一直说 我们不要这样东西 我们不要这样压迫小孩 因为我们这一代都觉得压力太大 然后我们都没有自信什么什么 结果反扑之后 难道我们要跟一个小孩讲说 冰淇淋落去没关系吗 这时候父母跟小孩已经脱离了 你已经没有陪伴了 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挫折 小孩需要你跟他一起承认 有够训 有够惨 我为什么连一个冰淇淋都拿不住 我是不是休息了 所以父母今天要去跟小孩研究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掉 拿的方式不对 那个冰淇淋掉 然后又碰到他的鞋子 如果是邓医师 邓医师会怎么出 等一下说好不好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讲这个例子很好 上礼拜我们就去基隆 好当然这个今天是冒着生命的 在为友台的新节目宣传 对 怎么会帮友台 对啊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对啊对啊 你知道这是重罪吗 真的 好这个是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是2018年7月7号 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 公共电视 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 对 对其实不用害怕 因为跟我们节目没仇物 哈哈哈哈 好那这个 邓医师刚才讲的 那个小朋友 两颗掉了一颗 小朋友受到挫折的时候 对那你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小朋友 或者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一样 人受到挫折的时候 他自己会觉得挫折 这个如果大家观察小小孩 如果观众朋友 还记得你的小孩很小的时候 他自己东西打翻弄坏 他是会生气的 以前老人家说 那是更小当时有去 所以他们就会 像我女儿 他两岁的时候 他如果自己拿杯子 他 我们没有刻意 给他用那种儿童杯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家里面 比较安全的杯子就给他 那因为手比较小 一天到晚都在打翻 然后他打翻的时候 差不多两岁多会讲话 他就会指责别人 例如说 妈妈你装太重 或者说 爸爸你什么东西放太过来 这个设计太大了 或者说 阿嬷你不要突然叫我 你突然叫我 他也会勘托吧 你就可以观察到 这是一个心理反应 他已经觉得有挫折了 所以他要牵托别人 所以这时候 还有我们要想一下 小孩子的心理年龄到哪里 例如说他两三岁 他正处于一个很焦虑的 要对自我形成自信的时期 所以这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 跟他的焦虑同在 就跟他说 这个杯子 你现在还拿不起来 可是你要不要试试看 你以前baby的时候 用的那个杯子 你就不会打翻 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这个比较重 所以你就是要 就是例如说 他小时候 比较不喜欢运动 我们就会鼓励他说 所以你就是要 多跟妈妈去小学跑步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多喝牛奶 你就会越来越有力气 或者你长高了 他说要长到几公分 那我们常常跟他讲说 长到一百公分的时候 你拿这个杯子 就不会掉了 可是再大一点 例如说我们在辅导的 小孩他比较大了 他小学 他好手好脚 他一天到晚给你打翻的时候 你再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长到两百公分的时候 就不会打翻吗 这不是一个方法 就开始跟他探究 你为什么 你在做什么 因为你不专心 或者是怎么样 那找到方法 如果你不想 把你的东西打翻的话 你是不是 应该要取舍一下 例如你不要一边拿 拿饮料 一边画画 一边做别的事情 左手右手 不要并用 就是你其实可以站在一个辅助者的立场 然后去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爸妈应该给的是support 所谓的是辅助 而不是代理 我那天听到有人在说 现在的父母太多是割草鸡父母 就是他的小孩是一株小花或小树 要长的时候 本来就要跟旁边的东西产生一些竞争 你必须要抢得过杂草的养分 你才会长大 或者是阳光 对 然后你要伸展 你要会瞧你的角度 你才能够长大 可是现在的父母就是在他小孩旁边方圆 很大的范围 把所有的障碍物都割掉 杂草所有的竞争物通通都排除 所以他的小孩会变成怎么样 会长得很奇怪 第一他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竞争的 一个 没有竞争下的长大 其实是不 强度是不够的 对 强度 他没有强度 然后再来就讲到说 我以我以前辅导母亲的一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导演您刚刚讲的那样子 一个剧里面 其实那个剧后来可能有牵涉到 父母怎样去自行 其实我们在做的工作 看到小孩有问题 我们可能会 也会建议说 跟父母一起会谈 那父母一开始都会希望我们 就很本能的 希望我们给小孩一个诊断 然后好像有了诊断 那后面应该有配套有疗法 所以问题就会解决 可是通常很多小孩 大部分小孩问题是没有 没有符合到诊断 所以他是牵连整个家庭跟教养 像我刚刚讲 你从小教他的方式可能就不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展潜能 他也不知道他缺什么 没有办法去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其实我想在座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大家都很知道自己的弱点 因为弱点都是被骂得很强烈 我们很小 我们没有认识自我的长才的时候 就是非常认识自我的缺点 所以我们都很会拿长处来掩盖短处 或是就是会瞧 但现在的小孩不让他面对自己的弱点的时候 他就不会知道他要怎么来形成这个互补的效应 那我记得我辅导一位母亲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他再婚 然后他在第一段婚姻里面有一个女儿 他再婚的时候 女儿正好是大概就是五六岁这样子 比较开始敏感情绪敏感的年纪 可是他没有让婆家知道他有前一段婚姻 当然也不能有前一个小孩 那有小孩怎么办 所以他跟他新的先生协定好 这个女儿是跟他们住 他先生是很好的 可是他不可以让婆婆知道 所以只要过年过节或婆婆要来 这个女儿要送去亲戚家躲起来 这样过了好几年 那那好你说在諮商辅导当中 我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本能的当然会觉得 哦这样对这个女孩子的发展很不好 对对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多余的 他是给母亲带来耻辱 对对对 所以这对一个要成为少女人是很不好 所以他之前经历了几次諮商师 都会直接跟他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必须要 你做一个母亲你应该要单起来 你自己的婚姻婆家接不接受 你要勇于去面对 要寻求先生的支持 你不能这样子 这样对女儿的心理有伤害 那可是我那时候知道 再这样跟他说没有用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讲过 就是没有用 我只能做什么事呢 我去跟他探讨 我真的要去陪他去感受 社会上对于一个女人 再婚的疑虑 然后他婆家对他的种种的疑虑 所以我其实去同理 跟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疗愈这个当父母的人 他自己受伤的部分 他作为一个孩子 进到新的家庭可能不被认同 这是不是平行于他的女儿 现在不被他认同 他就是他把他内在小孩的经历 放在重复重演在他女儿身上 他我今天嫁进一个新家庭 就像一个小女孩 我怕婆婆不接受我 我怕小姑不接受我笑我 这个心情我就自动的演在 我教养女儿的方式上 我就让这个女儿变成要躲起来 其实是我自己想的 他自己也在躲 对 他自己也在躲 所以当你把他自己这一部分 就是处理 努力的去处理 然后陪伴他去面对 让他慢慢的增强他的信心 他开始觉得说 我应当可以理直气壮的 把我的人生 把我的过去全部摊出来 因为这就是我的全部 我不需要切割 选择你最喜欢的部分 呈现给你 当他自己完成 这个整合作用的时候 他自动说 邓医师快过年 今年有一件很大的事 今年我婆婆来我家的时候 会看到我的女儿 然后我跟我先生 已经准备好怎么告诉他 然后女儿也准备了一个礼物 要送给他的奶奶 对 然后女儿那时候 是已经高中生了 所以女儿 他们也经过很多的对谈 可是这一切的东西 都不是任何人逼他 说你这样做母亲狮子 他先生也没有逼他 但是当我们鼓励他 去跟先生讨论 这个为难的时候 先生说其实我从来 都没有要求你这样做 那我只是不干涉 你跟你自己女儿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需要 我的帮忙的话 怎么样去我们都可以去面对 事实上他的婆婆 是会非常难接受 所以他先生才会 也没有坚持说 要把这个事情曝光 因为他妈妈真的 比较不理性一点 可是你会发现 当一个母亲 她自己得到疗愈之后 她的母职功能 就会变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 应该关注的 不只是现在的孩子缺什么 我们应该大幅去关注 现在做父母的人缺了什么 他们成长过程的伤 没有被调整好 可是我爸爸93 我妈妈91 我还要去去疗愈他们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 称为小孩的那一代了 对不对 大明要补充 我要补充的是说 其实一个就是被 妈妈照顾得很好的小孩 你们说妈宝吗 其实他大部分 后面都有个宝妈 那宝妈 宝妈会介入这个孩子很多事情 比方说以前 我在电视台当主管 然后那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记者了 而且是还不错的记者 可是因为他平常跑财经 比较不累 那有一天呢 是一个晨跑 这个我要抗议喔 跑财经很累 跑财经 动脑很累 身体比较不累 然后呢 他那时候 必须是一个晨间的晨跑 等于这个记者 五点就要出门 所以我那时候 调度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 明天你要麻烦你五点 就要到公司 就要出去了 因为晨跑嘛 他就问我说 没有其他人了吗 我就说 可是这是你的线路啊 没有办法 然后呢 我就想说那就这样啦 结果你知道隔天一大早 那没去 我接到他妈的电话 他妈打电话来 跟我说他女儿今天很不舒服 就是说真的不好意思 对 就是清晨五点打电话 他自己不敢打 他自己不敢打 他就叫他妈妈打来 那他妈打来之后 我也只好认 所以我后来的处理就是 我去跟别人靠袋子 可是你说 我会不会去找她说什么 我只会默默的心里想说 百善笑为先 就是你妈真的很孝顺你 所以我之后 可能这样子的情况 我可能会先跟你商量说 那如果这个东西 你可以请你妈 不要再打电话来给我 因为你已经是个大人 你已经出来工作了 那再来就是说 我不能够说我自己 不完全是一个妈宝 因为你知道 我们家里虽然是家境不好 可是我妈妈很爱我们 然后呢 所以 我其实是不用做家事的 然后到我这么大 其实困扰我的 从来不是在工作 也不是在写作 这个对我来讲 我都可以自己处理 可是我只要要晒衣服 我就会非常想念我妈妈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 我洗衣服晒衣服 晒衣服你不会 洗衣服晒衣服 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 我脸书一天到晚在靠腰这件事情 有一种东西叫洗脱轰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可是你知道吗 应该是连折衣服都不会 对 当你去不习惯按那个案件 当你不习惯去晒那个衣服 即便我已经这么大 四十几岁了 对我来说 那是我人生后来最难的事 那它是 后来要矫正的时候 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可以去跑新闻 我可以去写作 但是做家事这件事情 我真的愿意付钱 给别人来处理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要跟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讲 你还是让小孩去做一下家事 因为像我这么大 我到现在还是不习惯 那你现在会晾衣服的吗 会晾 但是还蛮糟的 我妈只要上台北来 都会看不下去 然后我只要晒衣服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像在过母亲节 因为被私情 就会觉得 妈妈你在哪里这样子 可是我有疑问 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妈 连你大了 她都还会看不过去你晒衣服 所以你其实对晒衣服发生了一个内心 不是 她讲的事情我完全 她讲的事情我完全非常理解 真的喔 这就是所有的太太在抱怨老公说 你剪刀在哪里也不知道 这东西你也没有做过 你那个什么没有做过 我跟你讲 只要没有做过一年以上 就永远不会有那种想做的 一点动力都没有 就是可能就是你去哪个剪刀 都很不心甘情愿 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个习惯 你把我那个习惯 早就展稿除根了 所以说爸爸妈妈妈 不让孩子做某些事情的 严重其实到这种地步 OK好 等一下会非常的精彩 因为这个子女对爸爸妈妈 讲了什么话 是让人最伤心的 还有父母亲对小孩讲什么样的话 是最让子女伤心的 这个有非常多的治理名言 那等一下我们好好地来分享一下 我们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来那么这个在讲这个 让你最伤心的一句话 你的父母子女曾经说过的 让你最伤心的一句话 我先请教一下 你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 其实一开始 我们要做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跟编剧 还有企划人员 甚至我们在剧组的时候 都有讨论过这件事情 就发现其实每个人 都是受伤的孩子 大家小时候 多多少少都有受过一点伤 那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说 最伤我们的那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 我们觉得这会引起共鸣 因为那是共同的伤痛的记忆 后来我看了留言之后 我真的很感谢我妈妈 她讲的话真的 一点都不重 我发现我的伤 其实是非常非常浅的 甚至那个伤是 让我去更有力量 面对以后的每一件事情 但是你没有比较不知道 没有其实我妈 最常跟我讲小时候 我觉得 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我妈小时候 常常跟我讲 弟母不一不一就够 哦 重男轻女 对 对不对 这个女儿这么优秀 这为什么不是我儿子优秀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 后来我朋友就跟我 就安慰我说 这样子是对你称赞的 对 她说这是称赞你 我说称赞我 好 那我收到了 就原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觉得 原来你拿这句话 来在协幕上 骄傲你自己的啊 没有 我要感谢我妈妈 如果是你的兄弟 听到这句话 才会很受伤 对啦 他们知道妈妈讲过这个话吗 其实就是 因为我弟弟有 一点点学习的障碍 所以其实从小 我妈就花很多心思 在我弟弟身上 对 那小时候 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 冲撞我妈妈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叛逆的孩子 学生应该也是吧 现在还是 冲撞的性格不会改变的 对 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些 那你冲撞你妈妈最激烈的 代表作是什么 代表作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小学 六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们家有养一条红龙 红龙很贵 一条都几十万 我非常痛恨那条红龙 因为有那条红龙 所以我们家不能喷沙虫剂 会怕伤到它 而且因为要抓蟑螂 给它吃 所以我们家不能有沙虫剂 那我就非常痛恨 为什么我们家有蚊子 有蟑螂 就是不能用沙虫剂 这已经种下一个根 然后那一天是因为 我想念私立学校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很想念精灵女中 因为我住三重 就是从小看到 念精灵女中的表姐 就是穿着很漂亮的制服 凌青霞的学校 邓丁君的学校 对 就是他们 出了那两个美女 然后她提着那个包包 就很像日本的中学生 就觉得很美 就我妈要去念 学校 因为三重就只有 两所公立高中 不要讲出那个学校 对 事业最好的学校 叫钢山高中 对啊 这边有两个 对对 很松喔 然后说我们很坏校域 那一天晚上 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就跟妈妈说 我觉得我功课真的还不错啊 如果让我念精灵女中的话 我以后一定会更好 就是我是这么跟我妈讲 我妈说不行 我们家没有钱 我们家只有一个人 可以念私立学校 那个人就是你弟 我记得我也讲了一句 非常伤 家里的资源要给弟弟 对 我也讲了一句 非常伤我妈妈的话 我就说 你把 你把钱给弟弟 就好像把钱丢到大海里面一样 就只会咚的一声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看到我妈妈流眼泪了 那其实到很后来 那你在批判她生了一个 学习有障碍的小孩 对 就是其实我到很后来 到长大之后才 才真正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个是她心里面很大很大的痛 对 我觉得一句话 想不到你从她最痛的地方吃下去 我很坏 对 敢但看得出来 可是我现在看她这个故事 比如说 就是她妈妈不是讲这个 跪到 跪到这样 跪到跪到 跪到跪到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如果在我的这样听来 我觉得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 妈妈这个时候没有在跟你比较 反而是在肯定你 就是说 你至少没有让我很担心 我现在就全村担心你哥哥 对啊 弟弟 那第二件事就是说 其实妈妈会这么焦虑 的一个观念就是说 因为她选的这个观念 让她 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全力对你好 所以 就只能在心里默默的 寄望你 你要独立一点 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因为你想她是个母亲 她也是被重男经理 过来延续下来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说 她也是受害者 对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种心情是说 比如说 你后来就决定说 我自己要去读那个 私立学校 没有啦 我后来还是念公立 我就说 你在这个压力下 你还会跟你妈妈表态说 我要读这个私立学校 她就说 其实这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 可以成长的机会 因为你这样的碰撞 重重重重 她那个重男性的干液 才有机会 因为你要松一点松一点 所以你对你妈妈 这个这句话 其实不是在指责她 你说实在的 你再把她那个 再敲一下 看能不能裂掉 慢慢裂裂裂裂裂 有一天会裂出来 OK 所以其实这个议题 我们也是很希望 可以打破那个界限 就是大家都说 小孩子就是不要讲话 小孩子就是没有声音的 小孩子都是弱者 对 那你要不要把那个 内容念一下 我不敢 那个很恐怖 他没有勇气念 真的很恐怖 我觉得他一定有勇气 好来来 大米来念 我看完之后都失眠 说不着觉 我的 什么 你欠我的一辈子也还不完 这个很多父母会这样讲 你不念书 以后只能去当妓女 真的吗 这一定没有人要念 所以我选择 这很好反抗 你以为当妓女那么容易 真的 你以为当妓女都不如吗 还有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你 这很伤人 这个很多 还有就是没有你就好了 早知道就不要生了 对 出生的时候如果知道 你会长成这样 当初应该给你掐死 还有让你念到大学毕业 有什么用 你什么事都做不好 就没有别 任何就是没有得到肯定 就是否定 这个也很那个 这不是否定 这是暴力 爸爸对姐姐说 我们家以后就靠你了 哈哈哈哈 惨害 这要儿子听的 好可怕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啊 早知道就不要生你 最多的 最多的是不是 也是最伤人的 对 好 那这里呢 这里呢 是爸爸妈妈被子女伤的一句话 还有 子女被爸爸妈妈伤的一句话 所以他们彼此是 母女 母女自父 母女 好 妈妈被子女伤的一句话是 生气的时候 子女总会说 不要理我 我没有想到这个很重 这很重吗 因为拒绝 被拒绝 被拒绝 真的喔 就这样等一把 你要过来关系 我把门关起来 是这样的感觉啊 你就被不要了 然后 他对父母亲 最不谅解的一句话是 你这样不行 你要改变啊 其实还是一样就否定 我觉得很OK吧 这句话我觉得还OK 这个还剥零心了吧 这个你OK 我关 你也不OK 我们把酒精浓度 比较浅的放前面 这个是父子 爸爸说 我不想再回这个家了 是子女最容易伤他的话 这很伤 因为家里面没有温暖 然后 爸爸对子女伤痕 伤子女的话叫 考证什么成绩啊 丢人 丢人也很伤 丢人很伤嗎 这句话我觉得 你能改变啊 你是一学生 就这样干掉三字经 你不会认真想那个三字经嘛 一定是他生气嘛 不会对不对 不会那个 我觉得还好 你爸说你丢人 你们不会被伤 不会啊 我们都觉得很好啊 果然刚才说好 因为公公不好 跟丢人就可以抵消得超好的 不是 因为我们旁边的人 都跟我们一样丢人啊 所以没有人比较丢啊 你懂吗 只要比较之后 觉得自己还不错 你只要不被伤到的原则就是 不要被那句话肯定 对 还有周围的同学 大家都跟你一样 你就不会被伤 你刚刚走哪里 高中跟他一样 中山女高一是北宇女 北宇女 北宇女 对啊 我觉得现在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放位置 我们应该要放位置 北宇女一定是在地狱里 没有 北宇女有超快乐的 我也是 我们也很快乐 因为你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别人 所以学会了看开 没有没有 北宇女只要穿着绿色衣服 走出校门外就很快乐了啊 对不对 在学校里比较惨啊 不会 其实在学校也不会很惨 因为我觉得很早就已经接受失败 很惨的人都觉得 都是习惯了 我现在就写这广告 这个时候我站在钢山高中这边 对啊 那间学校真的很开心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对是这样 爸爸说他最受伤的就是子女跟他说 你们不懂啦 这个很常见 对不对 子女呢 子女呢 最怕父母亲跟他说 我就是不懂 你干嘛要那么不快乐 子女很受伤 然后再来是 这是母女 妈妈说 女儿跟他讲 我根本不像你生的 这个很受伤 这个很让父母受伤 那女儿呢 很受伤是 妈妈对他说 为什么一次都不易听我的话 好 好 那再来是 这是母子 妈妈说 这儿子跟他说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让妈妈很受伤 那儿子很受伤的是 妈妈对他说 我们不给你零用钱了 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 那你不是写说 我的事不用你管吗 我觉得如果 妈妈爸爸听到孩子跟你讲说 我的事不要你管 你只会很神奇就说 哇靠 你是怎样翅膀长印了吗 或者说 怎样就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管你了吗 什么都那种 我觉得如果要这样想 我觉得这孩子的那个压力 完全没有被理解 我觉得 当一个爸妈妈听到孩子说 我的事不要你管了 你要想一想说 你可以往一个地方想 这样回应你的孩子 那说 这样很好啊 不用我管我就会轻松 你也比较独立 就是让一个结果的情绪 不要变成一个爆炸 像这种话就是 我的事都不用你管 就是那么受伤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 父母子女之间 注定会打死结的时候 我觉得外面的人 要帮一点忙 我也是去大学演讲 然后在谈这个青少年 应该说后青少年前程 因为是大学阶段的独立问题 然后QA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学男生举手 我问说 老师我非常认为 我们应该要独立 可是我的爸妈都不让我独立 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很多概念 我说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然后他就说 我想要搬出来住 那但是我妈都不同意 我就说 那你想要搬出来住 是为了要独立 我说独立 你刚刚可能没有听到 我演讲讲的一张很重要的投影片 独立就是要忍受 人家的意见跟你不同 所以没有爸爸妈妈 赞同你独立 那你就没得独立 如果你妈什么事都赞同 你就没有得独立 因为你做的每件事都是妈妈赞同 是哪有独立 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一点 只有他还是理直气壮的说 老师 举个例子来说 我房子都找好了 我每个月需要八千块出来租房 我妈都不给我钱出来独立 那独立在哪里 我真的认了 我已经讲了 一个小时 我还是没有办法跟她解释 她说 所以那个经典 我真的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我妈都不给我钱 我妈都不给我钱 独立 听懂 因为独立其实包含一个意思 就是这独立其实是说 你什么都要自己来 不可能说 大部分都是别人提供给你 你坐享其成什么独立 是是 好 那 这一对父子是这样 爸爸很受伤的是 儿子跟他说 我再也不回来了 就家里面没有温暖嘛 不回家了 那这个儿子很受伤 爸爸跟他讲 生你干嘛 这个刚刚很经典 对不对 这句真的 荣登第一名 好 爸爸很受伤 儿子跟他说 说了 你也不懂 好 那儿子很受伤 爸爸跟他说 动物都教会了 这个他爱伤人 我觉得更伤的是 猪都懂了 对不对 英文是鸽子 A pigeon can learn better than you 对 英文的鸽子很准 鸽子都比你学得快 那是一句常语 英文父母常骂小孩的话 然后这个妈妈说 女儿讲 让他很受伤的话 是你什么都不懂 所以父母亲很在乎 小孩子觉得 父母都不懂 在乎 可是又不够在乎 什么意思 你听这句话 会很难过 这叫在乎吗 可是你要够在乎的话 你就要努力去 学会了解小孩的方法 可是大部分的父母 其实是小孩讲这句话 他会在意 可是他又不去学方法 这就叫做在乎 又不够在乎 是 这个邓医师的家教士 你 这个 有有有 我说 我其实常常在看这种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 心理智商一对 父母 子女 这样 一定小孩都是说 爸妈不懂我 对 然后爸妈一定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想的周全的事情 小孩不接受 那我说 我跟郑大哥私底下说 我自己的家教是这样的 我 我是外婆跟妈妈协力养育长大 但是外婆占的比较多 她们两个就完全不同的个性 外婆可能那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她 而且她觉得她是帮女儿带小孩 她没有那么迫切的那种 那种 我觉得成败感 所以小时候我们在叛逆的时候 如果说 你不懂 有阿嬷说你怎么样 有阿嬷说你不懂的时候 我阿嬷都会说 我是怎么会懂 我怎么可能懂 我阿嬷最常讲的是说 她这台语 我不会讲那么 那么 就是说 她就说世界 意思就是世界朝夕都在变 我妈会引用她以前背过的诗 什么日文诗 就是说 世界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我跟你年龄差那么多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而且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事 我早就忘记了 好 那 所以我阿嬷就说 我给你五分钟 你觉得我不懂什么 你讲讲看 有没有办法让我懂 所以 我 我会 跟阿嬷相处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机会是 好 你现在什么点不懂 我印象很深的 第一次就是说 学校有同学欺负我 就是我以前讲过的 因为我 我联络部写的是 妈妈不是爸爸的名字 就被霸凌 被人家嘲笑没爸爸 然后我就回来哭嘛 然后阿嬷说他要去找那个同学理论 要去教导他 我说 不行我会更惨 然后阿嬷就一直说要去 然后阿嬷说 如果你不要我去 你就不要回家哭 你就不要说不上学要干嘛 那你就自己解决 你回家哭我看得烦 我就要去解决 然后我就说你不懂了 你不懂了 然后阿嬷说他要给你五分钟讲 为什么不懂 那我就想办法去解释 我就说 我很害怕同学这样子欺负我 可是你如果再去 那你不在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更欺负我 你又不能24小时 坐在教室后面陪我 所以结论我就是怕 然后我阿嬷听了 他就很冷静 他就说 所以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去不是好方法 然后阿嬷就很冷静 他就说 那就忍一点 以后给他们看 没有爸爸也不会怎么样 以后给他们看 阿嬷就说忍 然后阿嬷就开始跟我讲说 我们吃饭 阿嬷就开始说 他忍过什么事情 我就从那时候 我那时候还很小嘛 他就听说了什么阿嬷 妈妈很早过世 他的爸爸娶一个后母 后母都会跟他讲 他都米的面穿下 那后母就用那一支 他讲 他讲 那爸爸回来不能讲 因为如果跟爸爸讲 爸爸就会骂后母嘛 那爸爸不在的时候 后母就会会更难 然后就说 阿嬷你说这对 我就是这种心情 所以我们祖孙的对话 是很有这种心理空间的 可是我妈妈就不是 我妈妈从来就讨厌我跟他解释事情 如果我说一个什么事情 我妈就很快 我妈的经典名言 其实我都在电视上讲过 我妈一开始很不高兴 可是后来也接受 我说妈我靠这个吃饭 我要跟人家分享 你就让我讲吧 我妈的经典名言是 我为了你这么辛苦 你没有权利不快乐 所以失恋也不可以不快乐 也不可以哭 学校有什么压力 身体不舒服 都不可以给她看痛苦的脸 因为痛苦就是对不起她 所以我很 在妈妈那边 失恋的时候在她面前还要强颜欢笑 真的强颜欢笑 然后所以是很强要压抑 所以常常会跟妈妈争执 争执的时候 她就会很强力的希望 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可以立刻解决 那可是通常她的方法 因为她她不了解我们的生活 那例如说 她从来不知道你交了一个男朋友 你失恋在哭 她跟你讲说 这个男的就是不好 又说不是其他非常的好 那她就是给的方法就不管用 因为平常没有陪小孩 给的方法就不管用 那你就会说妈妈不懂 我妈听到这句话就是抓公 因为这句话刚好戳中了 她没有时间陪小孩 她要赚钱养家 所以就戳中了她没有办法 兼顾的这个痛 所以她就是强力的要在两秒钟之内 要我屈服说我没事 我用了你的建议立刻就好 那男的就是烂我快乐起来了 就一定要演这一出 那我妹很会演 我就是不肯演这样 所以冲突很多 可是我会用阿嬷那边的那一套 我就说妈你听我解释 可是我只要要解释 我妈就更抓公 那在这两种对照上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在跟阿嬷的关系里面 我是学会越来越自己处理情绪 可是在妈妈那里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 会越绞越混淆 然后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其实你会找妈妈的麻烦 然后妈妈像我们 我遇过很多个案 失恋的时候 会牵托自己的母亲说 你没有教我怎么看男人 我感情才会怎么坎坷 妈妈说什么 还要管到你看男人 可是这就是因为 妈妈在女儿心情不好的时候 没有给出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有给出 可是你要关心 不是说不理他 其实这个原则很简单 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年轻人都会觉得 人家不懂你 可是其实让人家听懂 是你自己的责任 可是会没有办法让人家听懂 是因为没有人让你相信 有人愿意听懂你 现在年轻人在工作职场上 很多都是这种问题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太多 我不知道讲哪一句 发现我都没有 所以你就稀皮笑脸 好 其实我觉得邓医师的阿嬷 我觉得很有智慧 我很怀念我阿嬷 我记得你在节目上 我觉得他的教诲到现在都有用 都有用 好了 我不要再讲了 我最记得的是 邓医师的阿嬷走了以后 有一天阿嬷留下来的一个衣柜 然后他因为年代久远 所以他的脚啊 有点前腿 然后他就哭得不得了 对 我写在书里面 对对对 你眼光红了 今天的睫毛膏好像没有方式 请发给下一位 没关系 来 这个大米当家教的故事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很多人都会羡慕说 你能够出生在豪门 可是其实我去当过豪门家教之后 发现说其实他们很可怜 他们出生的时候 职业几乎就被注定 比方说我有的家教是 他们是医生世家 他的小孩就一定得当医生 如果你没有当医生 你假如考烂了 你就必须罚跪在门口 你夏天就会被打 然后我觉得这个医生世家的当中 还有让我一个很惊讶的地方 就是有一次我暑假的时候去上家教 然后呢他姐姐一起来上 然后我就问妈妈说 那为什么平常姐姐没有来上家教 她说他们是这么有钱的人 她就说 女孩子将来长大了之后就要嫁掉了 就不用花这么多钱来栽培 然后我就想说 天啊你们家那么有钱 你还会这么想 第二点是 有一次我去看 去上家教的时候 现场姐姐跟弟弟 都割了双眼皮 才国小 然后我就说 我当下我是那一桌当中 唯一没有整形的 我突然觉得我有点 我有点我好像不太对劲 天前的最好 我疼的感觉怪怪 因为他们都整形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她说 为什么你们的眼睛今天看起来都乖乖 她就说因为爸爸说 现在就可以割了 所以他们的没有自主权到 他的外表也是被父母去控制 有些人为什么觉得小时候就要开始割了 因为这样子你将来长大了 漂亮的时候 你必须讲说我从小就长这样 自然的 他是自然的 就不会被人家挖出 旧照 加工前的照片 对 所以他们职业是没有办法选择 然后你会发现说 他们都会想要念双语小学 但是我的小二的孩子 他的家教 他大概从小学二年级 他就开始逃学 逃课 常常就被外籍老师在校园里面找 然后抓回来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逃课 逃这个外籍课 他就说因为他的英文都很烂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那个那边就是可以讲话 他本来就是沉默 可是沉默又被点到 所以到最后他就逃学 所以他小学二年级就开始逃学 然后他所有的家教都不会做太久 我是他做的最久 我做了一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为了掩盖他的挫折 所以他就会整家教老师 如果你一进去那边 他就第一件事情 他就会拿他的玩具 然后就敲地上说 你不是老师 你不是老师 你滚出去 然后你就会很惊讶 然后我那时候治他的方法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有教师诊 然后我有教师手册 我就把教师手册甩在他的桌子上 就是 我是老师 我是老师 没有 我没有讲三次 因为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 我就甩一次 就让他惊着 然后他想说你们老师就用这一本 我也用这一本 所以我是老师 然后他就吓到之后 他不甘愿 因为他这样子敢走过太多家教 他不甘愿之后 他就拿起他一堆橡皮擦 往我身上丢 然后你知道那个 那当时你也就吓到 就是觉得 他才小学生 小二 小二 然后你知道 他有一个橡皮擦 就掉到我的水杯里面 然后我就看着他说 这一杯是你的 那你的那一杯是我的 你如果不喝 没关系 但是我不会喝它 那是你的 就是你必须用很大的力量 去镇住他 可是他内心其实是很挫折的 然后这些家教 不管是上市櫃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医科的孩子 其实有时候我上家教 是上到晚上九点的 我是看不到他的爸爸妈妈回来的 因为 去只有小孩跟佣人 对 都只有小孩跟佣人 然后我曾经就问 有时候 有时候会看到妈妈回来 因为妈妈去泡温泉回来 对 然后 大部分都是小阿姨跟佣人 不然妈妈能做什么 因为你在家教 她只能去泡温泉 对啦 也是委屈啦 你要体谅人家 对对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这边道歉 就是你知道我身段很软 我就问小孩说 爸爸妈妈都很少在家吗 那医科的孩子是跟我说 对 因为他们好像晚上都有应酬 已经到九点多了 对 然后上市櫃的孩子说 因为爸爸都在国外跑客户 然后妈妈在泡温泉 对 所以其实他们用很多的钱 去砸出这个小孩子的教育 但是其实他们陪伴在她身边的时候很少 嗯 几乎只要我去上课 小叮当开始演 就是我上班的时间嘛 因为大概就是五六点 对 然后妈妈就会消失 对 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小孩吗 我觉得 他们最需要的那些孩子 最需要的还是他的爸爸妈妈 而不是这些很高价格 请来的家家老师 你知道吗 我每次从那个山头 因为那山头 大家都是有钱人 然后我们坐那个社区巴士回去的时候 不过天哪 你知道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高级书筒 就是每个人可能来山上 就是山上教数学 教英文 教心算 还有就是教书法 然后我们就拿着一大堆教具 对 我们这些高级书筒就是这样子上山下山 所以还有朱莉亚音乐学院 有有有 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们要请的老师 他们都希望是好的 所以他们连钢琴课 也都是请那一种 就是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的 那这个老师他本身也是做兴趣 做交朋友的 因为他自己的房子也在那个山头 所以他们 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的交往 还有就是 你会发现说他们世界不太一样 就是我那时候 要跟朋友去猫空喝茶 他就会立刻说 黄老师你为什么要去猫空喝茶 不用啊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 他就说 我那个家教是在市区 就类似东区那样的地方 他就说来来来 他就推开一个门 我告诉你外面的露台超大的 你就可以直接看高空夜景 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一次我要去看萤火虫 校外教学 所以就要请假 他也 另外一个妈妈也跟我说 不用啊 黄老师 为什么要请假 要看萤火虫 不用到深坑 不用到木家 我带你去 结果就到那个山区 他们的那个别墅区里面就有湖 然后就有萤火虫 那个环境要很好 水要很干净才有萤火虫 对 所以你会像看到说他们 我们一般人家里只有萤火虫之木 我们家里可能不小心 只有电视上面在报导萤虫 好不好 他家有蟑螂 对 不一样好不好 我跟你讲 读双语小学是有需要 真的吗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因为两个人 你知道刚开始学英文 然后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互相砥砺 然后就说 从今以后我们交谈 全部都用英文 好 张牙琴小姐也是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都用英文交谈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再交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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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排泄在休息区 排泄在表他 他跟小孩的压力太大了 其实我也很 refine 好 那请教一下大米 你在那么豪宅的地方当家教 收入好不好 收入还不错 就是因为他一小时大概500到700 那我当时有个背景 因为那时候在当实习老师 实习老师的时候是一个月8000 三个月教育部才给你一次 所以这三个月我是没有钱的 所以我就毕竟去拼命接家教 一个月基本上要拿到五六万是 这么多啊 对对对 因为我 你要想我已经四十几岁 那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 对 我就可以拿到五六万 而且他们会为了要抢家教老师 当我的家教妈妈特别 她平常都不见了嘛 特别开宾室把我从A这边 载到她家的时候 哇 我第一次了解到宾室 叫司机 没有 平常是司机 然后有后来家教妈妈出现 然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宾室是有大小台的 因为以前的 我都做到的是小台了 妈妈来接的时候是大台的 因为我个子很小就缩进去 然后我突然 看得到外面吗 还可以挥手 就是这样 然后原来那个妈妈 为什么特别那一天跑来接我 是因为她 她不想要再跟别人 share这个家教老师了 她希望统包 我这个家教老师都 包七啦 对对对对 她就是直接挖脚 然后就说我给你一小时编七百 其实你知道国小一小时七百 好赚啊 很高的 然后一去不可能只是一小时 有时候应该两小时 对 而且因为家教老师肚子会饿 所以有时候家教老师 就会在那边吃水果 不小心又混了一小时 对 就是一次 那你曾经问过小朋友 他们最想做什么吗 我没有去问过他们最想做什么 可是我觉得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他们最快乐的时间的时候 都是在跟你讲 讲他的生活上的时候 比如说黄老师你看外面的樱花开了 樱花好漂亮 然后今天我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都是在跟你分享 他的点点滴滴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脸上是有神情的 然后是动容 你知道那么皮的孩子 居然会跟你说樱花好漂亮 因为平常没有什么人可以说 对 而且因为他们的成绩 要么太好了 要么太烂 你知道那个医科的 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其他行业的 因为连他的哥哥 那时候就是已经要念医学院了 他妈妈拿了一个作文跟我说 黄老师你看一下我大儿子的作文 有没有要改 我这个白蚊你懂吗 他妈妈其实是要我赞的 对 我就会跟他说 我感觉这写不好 这要怎么办 你搞不好那个文章是妈妈写的 有可能 可是你知道吗 那妈妈脸色超难看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些孩子最快乐的时候 是在跟你分享他的点点滴滴 而不是在跟你讨论功课 这种故事里面的家家不是后来都应该要嫁给那个男主人吗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去当记者 我走错路了 对 因为男主人都没有看到他 很可惜啊 对啊 我其实不是在乱插梗 我只是说这种故事里面啊 孩子会这样 其实都是那个父母之间家庭功能出了问题吗 他们不觉得他们出问题啊 他们给他最好的家教啊 而且什么科都有补啊 那功课真的有进步吗 会会进步 我跟你讲我真的深深的震撼 就是说其实 一定会 你你只要有家教 其实在乱的孩子都会进步 因为他要的是一个陪伴 陪伴 他他有时候他没有办法写功课 是因为外面有吸引力 或者是他觉得太寂寞 那今天有一个人陪着他在那边一笔一画的写 告诉他哪边错 他得到了关爱 却不会骂他 没有这个就是如同陪跑啊 因为一个人去跑步很无聊 就是有陪跑以后 一直陪 陪跑一阵子的时候 他那个习惯 那个熟练度就会出现 那你也当过家教 真的啊 真的 这社会上 刚三高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 去当家教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 就说我要去当家教 然后呢 然后当了以后 因为他要钱了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当了家教的学生 是一对兄弟 一次交两个 一次交两个 可是这个一开始是 这个兄弟的哥哥 跟另外一个家庭的一个男生 一起来给我教 一个是那种很乖 功课也还不错 一个是很皮 功课就是都吊车尾 你知道吗 我就让 我居然让他们两个人 功课都变得非常好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个是可以求证吗 可以喔 我们要偷好吗 自己是投诉的电话 如果你要更正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 功课都非常好吗 你教什么啊 你在国小什么都要教 对 国小是同科 然后呢 我的重点就是说 我就第一天跟他讲说 我只有给你们两个很重要 我教会你们两件事情 第一天就是说 如何用最有效的速度 把功课写完 第二件事就是说 如果再考前好好准备 至少考个像样的分数 这样子 第三 绝对不可以结婚 就是这两件事 然后说只要这两件事做到 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 我们去散步要干嘛 他会拼 对 就会拼 比如说功课就会越来越快 然后呢 甚至为了要完 下课的时候就把功课做完了 然后呢 等到要准备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试啊 我说 我真的很坦白 我就告诉你 其实我功课也不太好 你们这个我也不太懂 但是这可以用背的 来我们一起背 其实我出的题目 我们三个一起写 其实我觉得阿德尔 你这样不老实 这位子 因为刚三高中是好高 后来我才发现会说 其实补习最重要的是什么 陪伴 不只是陪伴 我觉得补习就是说 当有一个人 当你读书 如果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有人跟你点一下 那个路还可以走 不然就卡在这里 你以后每一堂课都听不懂 是是是 那阿德曾经碰过一个高中生 他要他妈妈帮他煮早餐 对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就是 其实我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妈妈传给我看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还以为说家里有什么压力 可是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妈妈帮他煎早餐 他说我不要吃煎的 你要给我用蒸的 结果呢 就妈妈早上起来 还是用煎的 他居然传简讯给他妈 说你去死 然后呢 就是跟他讲又说 为什么会吃死的 因为就说 你给我做煎的 你说我不能吃啊 你也不给我钱 早餐你去死 就是这样子 结果我就去跟这个孩子 就我就跟他通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就是我刚刚告诉他我的感觉 我说 我说你讲了这件事情 这么严重 都没有给人家犯错 有个任何机会 第二件事情是说 你在责怪你妈妈这件事情 你没有付任何酬劳给她 她是免费帮你做的 为什么要被你指责 那我说 我说今天有一个那么陌生的人 来跟你亲自跟你讲这句话 你要很仔细去 很感谢去把他听进去 因为这次让你跟你妈妈 让你自己未来 有一个好的转变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的时间就是 你去好好对妈妈表达一下 你看妈妈的压力跟难受 你怎么去表达 去想办法 这个孩子一听完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讲什么 它就是颶呃呆住 我后来问他说 你不是很容易脾气暴躁吗 那为什么都没有吭声 我说因为爸爸也是一个 就是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 pues说你那么讨厌你爸爸的脾气暴躁 可是你会发现 你现在跟你爸爸是一样的 甚至可能比你爸更糟糕 有道理 然后听完以后 其实我觉得孩子来讲 就是说 其实他不怕被指责 我觉得孩子是 他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想法 可以去想 就卡在这里 因为你爸爸妈妈给我的范本 就是发飙而已 也是给我这样 我就当然用这种方式来面对 不过基本上 有这样的小孩 其实我觉得都是父母亲的责任 这个导演其实也是个妈妈 你说做妈妈最难 我觉得做妈妈非常非常难 等一下说 好不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就不应该做 我就没办法 导演的戏是7月7号 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在公共电视 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 其实我觉得要做这样的导演 必然自己的心思 也非常的敏感 能够体察到这个关系之间 那你为什么说做妈妈最难 我觉得因为社会上 其实把很多教养的责任 都放在妈妈身上 那我觉得 那可能也是理所当然 可是我觉得母性 基本上不是内健的 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 因为我是在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 知道他有小孩 那小孩已经 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 小孩5岁 那他现在已经9岁了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因为我们很希望把孩子 带在我们身边 跟我们一起住 因为他当时离婚的时候 小孩是跟奶奶在高雄 那我们把小孩带到身边之后 其实我跟我现在工作都非常非常的忙 因为我们都是同行 都在拍片 那有一阵子我在大陆工作 那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接到我朋友的电话 他就说我去你家 帮你拿东西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家一团乱 玩具乱撒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 我的小孩不想让他看到 我家那么乱的环境 所以把门抵住不让他进来 结果奶奶开门进来之后 开门让他进来之后 小孩就拿玩具 全部都洒在地上 然后还推奶奶 那我朋友看到的时候 就是非常 就是他吓到了 因为他平常看到的孩子 不是这样子的 他就跟我反映这个状况 然后奶奶也跟我讲说 就是现在整条路都认识他们了 我想说 什么叫整条路都认识 整条街都认识你们了 那我就请假回来 我请假三天回来 然后我一到学校接小孩的时候 小孩一看到我 就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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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话 我想说没什么异样 就是很好 结果我就带他到文具店 文具店的老板 因为就在学校隔壁 文具店的老板娘一看到我就说 你小孩要自己娶 不可以让阿嬷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隔天再去接他 隔壁的面店也跟我讲 这是你的小孩 我才发现 真的整条街都知道 因为他就是会 我觉得那是他跟他奶奶的相处方式 因为奶奶非常的疼爱他 什么都顺着他 所以奶奶一跟他意见不合的时候 他立刻就反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后来一直到那天晚上睡觉前 就是我们都会睡前聊天 那我就问他说 那个 勒勒 你最近怎么了 你好像不太开心 他就马上哭了 就是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就马上哭了 他就说 妈妈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就是很爱生气 我那时候才觉得说 对 其实真的小孩子 他的行为上有问题 或是行为脱续的时候 很大的原因 是他心里有一部分没有被满足 他这个时候 他刚上小一 最需要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 可是我们把这个责任 全部推给奶奶 那奶奶其实能做到的 就是照顾他生活起居 其实在陪伴 就跟他聊天 奶奶不可能跟他聊热高忍者 不可能跟他聊百兽战队 可是我们可以 这个如果是邓医师的阿嬷一定会 给你五分钟 讲来让我懂 我妈一开始觉得 这超出她的能力 她现在也被迫 什么卡通她都知道了 因为不然她去买玩具的时候 她买的轨道跟她想 所以你的轨道逗不起来 所以我会说 你怎么会买这种轨道 妈妈就会愤发出这样 照你这样讲 其实你也常常受伤 我不是那种 没有心理创伤的小孩 但是我常常讲说 父母讲小孩这些话 不是说通通都不行 但是你平常给的爱 小孩感觉得到 我们有很多的爱 很多的陪伴 然后你就算是不想承认 你也知道父母贯注在你身上 多少的用心 所以你对于他情绪化的时候 讲一两句话 你是可以平衡的过的 情绪化 你讲的是情绪化 有时候不是情绪化 对 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父母 母亲要轻松 你责任越少 你才跟关系会好 你责任越多 你手忙脚乱 每一件事都情绪 都紧绷的 你怎么可能会好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的回到源头 不是要责任变少 不要累积很多责任 父母懒太多事情的时候 情绪品质就会变差 母亲一不认量力而为 都是不私认的父亲 量力而为 对 会非常同意 像现在我的儿子 这个也要执着 那个也要执着 每个都要执着 没有能力也要执着 你说不不应太吗 对 他现在三年级 就自己喜变 他从二年级就开始戏了 因为后来我们就真的自己带 我跟他爸爸都留 对 我工作的时候 他爸爸不工作 他爸爸工作的时候 他哭是不是因为不想评变 是 他哭是没有人跟他聊百兽战队